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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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是一个闲聊的视频吧,主要是因为我也好久好久没有拍视频了,也没有拍关于极简主义的视频,所以一时半会也想不到要说些什么,或者说关于极简主义要说些什么,因为我其实已经很久都没有去想极简主义这件事情了, 所以呢我在想说要不今天我就拍一个关于就是我最近生活的那种视频,就讲讲在疫情的时候,这个我现在处的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跟大家讲讲故事吧,就讲故事的形式,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这边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如果你对这样的视频感兴趣的话可以接着往下看, 那让我想想我应该说些什么,因为好久好久都没有拍视频了,我今天会拍这个视频主要是我想用一下化妆品,我已经两个月没有用化妆品了,所以就是为了找一个借口化个妆吧,所以就拍这么一个视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是拍那个极简主义的视频的,但是就是我已经好久都没有极简主义了,就没有去考虑思考极简主义这件事了,因为也无需思考,因为根本也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让你去买东西嘛,一般出去的话就去超市买吃的啊什么,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让你花钱的了,所以说就是不极简也极简了这样,当然也有可能不是啊,那我想了想就说,那我就分享一下我在这个国家,现在不是我们这个国家不是还在隔离吗,所以就分享一下我碰到一些事情啊什么的,有可能说的不是特别有逻辑吧, 反正大家就将就着听着啊,你可以做做其他的事情,就把我说话当成一个背景音乐也可以,那第一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呃,其实呃,现在就是这个国家不是开始隔离了吗,三月份开始隔离的,封锁国境的,所以我老公三月份就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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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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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西班牙的一个老总,还发邮件,意思就是说,大家不用恐慌,这个冠状病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只要注意,请洗手就可以了,也无需要在家里工作,还是在公司上班比较好,没过多久,大概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吧,然后他的同事告诉他说,这个西班牙的老总得冠状病毒去世,就死掉了。 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在这边拉图亚分布,他们这个分布也是,就是这个公司,不管在全球哪个地方,全都就是说让他们回去上班了,就不要在公司上班了,这样,然后因为反正我朋友就觉得说挺搞笑的,就是刚开始还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然后最后自己就去世了,当然这是件很悲惨的事情,我也不应该这么说, 但是的确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人说这种话就很搞笑,你知道吗,然后之前我还碰到那个,碰到一件事情,当时是我两月份的时候,应该一月份两月份,当时是这个新冠肺炎在武汉刚刚开始, 当时,当时有一个朋友吧,跟我发消息,不是中国人,跟我说, 嗯,嗯,你知道吗,这个,我听说这个,嗯,冠状病毒在武汉死了一百万人,他说是不是真的, 我说,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报道出来的死亡,我记得是二十几个人,还是三十几个人,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嘛, 我说不是啊,我说新闻媒体报道,大概死了二三十个人吧,这样子,然后你知道那个人跟我说什么吗, 他说你知道吗,这个fake news,他说假新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没有回他了,我就,我就觉得这个人是神经病,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说,OK,我说死二三十个人,就中国的网站,就是新闻上面说死二三十个人,就是假新闻,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到的,大概BBC或哪里,我不清楚,你听到的消息,死一百万人就觉得是真的, 我觉得,就,我当时就很,你不能说很生气吧,也不到生气,因为你就,你就觉得这是个,就是,就是笑话,你知道吗, 你就觉得,你就像看笑话一样,在看他说这些话,然后包括当时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嘛, 我跟我老公坐出租车这样子,当时还不用戴口罩嘛,然后,那司机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说我们是从中国来的,然后他就说,他说这个,那你们现在新冠,就是新冠病毒这个, 这个在那个中国现在怎么样了,我们说已经,已经控制了,因为当时武汉已经封城了嘛, 我说,我们说啊,已经控制了什么的,然后我说现在比较严重的,当时是韩国比较严重, 还有就是,呃,西班牙比较,哦,不,意大利比较严重, 我说大概就这两个地方比较严重一些吧,现在,然后他就意思就,也是这么说, 他说新闻嘛,都是骗人的,就是他也不相信说中国已经控制了疫情,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当时我也就不解释了,我就觉得说你,他愿意怎么相信, 你怎么跟他说也是无济于事的,就是他认定,就是你是骗人的,你是假的, 你怎么说他都觉得你是假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这样, 但是反正,我也没有想到说,特别是现在啊,就是,嗯,就是也有人跟我说, 就一直说,是不是中国的数据是不对的,因为你看,呃,欧洲也好, 你看美国也好,呃,你看美国都已经一百万人了, 他们就怀疑说,是不是这个,呃,中国的数据是不对的, 然后,然后我当时我就,我和我老公就在那边说嘛, 我说不管对与不对,我说,但现在结果就是中国已经慢慢复工了, 就是像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还,你都不知道他, 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好,我说,这个是明摆着的一个,一个,一个事实, 你这个没有办法,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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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辩的必要的, 就是说,哎,你,你多一点,我多一点,或,或怎么样, 因为现在事实就是中国已经好了,已经,已经复工了, 但是就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特别英国也好, 就,就,你都不知道好不好,反正,他们反正说五月份要复工, 就五月份要复工这样子,这样子,所以,呃, 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让我有时候听到啊, 或者是,呃,和别人谈啊,什么的,有,和外国人聊啊,什么, 就会让我觉得有一些,有一些不太舒服, 那第二点就是,像这个国家的话,呃,大概今年, 大概,大概下个月吧,五月份,应该,应该就是五月中旬吧, 应该就会,呃,解除那个隔离令了,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会,呃, 让员工在公司工作了 就不在家工作了 这就不清楚了 因为我跟我老公还是会有纠结的 就是说万一到五月中旬 说解除这个禁令了 员工可以去公司上班了 我也都在想我老公要不要去公司上班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还是美好 这个病毒还是存在的 它只不过是人数少一点而已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万一那好不容易撑到现在 都没有得病 而万一一去上班了之后 得病了怎么办 对吧 所以就这个也是个问题 我希望就是公司还是会同意 它一直都在家里上班 我觉得这样的话也安全一点 而且它做的是销售嘛 其实在公司和在家里上班 我觉得都差不多一样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 去公司去上班 万一被同事传染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那就太可怜太惨了 对吧 然后第二件就是 我不是之前身体不好吗 然后有去看过医生 当时的时候是 我已经忘记了 大概三月底四月头这样子吧 当时这边疫情已经开始严重了 因为我跟我老公是有戴口罩的 然后我老公陪我一起去看的病嘛 医生也好 护士也好 全部都是不戴口罩 我就觉得特别的奇怪 你知道吗 然后当然他们我们戴口罩 医生也没有说什么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戴口罩啊 或者怎么样都没有说 但是就是他们就是不戴口罩 然后等到我后面 就是两个礼拜之前 然后去 又去了一次医院嘛 这个时候就是护士也好 医生也好 都开始戴口罩了 我觉得是欧洲这边 就慢慢的开始意识到说是 口罩的重要性了 在这之前 他们都不会觉得口罩是很重要的 因为之前我老公去看过家庭医生嘛 当时的时候疫情还是刚刚爆发 然后我老公有说到戴口罩这件事情嘛 然后家庭医生就和我老公一直说 这个口罩你知道的就是哪个套观点 就是说有病的人然后才戴口罩 没有病的人不需要戴口罩 他说口罩是没有办法保护到你的 你就是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老公就跟他说 他说但是问题是戴了口罩总比不戴要好吧 是吧我戴了最起码我还有一层布格这吧 否则的话万一对方就是 对方是比如说是一个新冠的那个病毒的感染者的话 那我戴了口罩总比不戴要强吧 后来呢家庭医生就没有话说了 当时时候还是刚刚开始 我老公不知道为什么去看家庭医生 我已经忘记了 然后第二次就是 这边的话是这个样子 每个人就是这边的居民都会收到就是政府发出来的消息 就意思告诉你说现在有这个病毒了 你应该怎么怎么做 这样子他说了一条什么跟人家保持两米的距离 不要握手 请洗手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什么的 就说这些 然后我当时就是有回回复 我就一直就是说 我觉得戴口罩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 我觉得你应该在里面要写一条 比如说 如果你 不一定说是强制别人要戴口罩吧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说一句 比如说如果你想要戴口罩的话 也是可以的 因为当时时候不是发生就是在欧洲这边发生有亚洲人戴了口罩之后 然后不是有被打或者是这种这种事情吗 我觉得最起码说你应该要消除掉别人的故意 就是就告诉别人说戴口罩不是他有病不是吗 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已 但现在没有人再会说你有病才戴口罩不是吗 所以我有发这样的消息去那边 我还我当时还说 我说你看那个韩国 他当时跟西班牙的病例刚开始是一样的 哦不不跟意大利的那个病例是一样的 然后韩国就控制下来了 然后意大利就是飞速飞速往上涨啊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就是跟口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最起码 我说最起码如果每个人都戴口罩的话 那你的破墨 你的唾墨就不会喷出来 对吧 你我觉得你也是在保护别人吧 因为有的时候有可能这个 我在那个回复的邮件里我也说了 我说问题是这个病毒有可能是无症状感染者 那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懒病了 是不是 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戴个口罩的话 我觉得就是就算他没有懒病 就算他懒了懒病了 他不知道的话 他都不太容易会传案给陌生人吧 他最多也就只会传案给他自己家里面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话那个 他就不会扩散的那么厉害不是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吧 反正这边的人也是不懂 我觉得欧洲人也是不懂就奇奇怪怪的 好了 那我觉得这次视频时长应该已经比较长了 因为我不是和你喜欢拍非常非常长视频的 长时间的那种视频 所以今天的闲聊主题就到这边 就先告一段落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非常安全顺利的度过这次的疫情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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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